滲透颱風肆虐臺灣 在高雄創下歷史新高的十七級 陣風 陸數倒塌 建物受損等 至今都還持續進行災情善後 卻傳出高雄災情如此慘重 總統賴清德的看災行程 卻還沒到高雄 陳其邁強調 中央一直都有給高雄最大的支持 市府統計擅脫颱風造成的災損 粗估約達三十億元 陳其邁週三出席議會施政報告時 先虛心檢討 重新檢視治水防洪工程 火速提出颱風淹水改善策略 也強調一直以來都有爭取經費 投入防淹水的相關工程 火災略選地區也有三十二億的預算 總共有六十三件的工程 陳其邁也卸數這些年來的施政成績 輕軌成員跟演唱會經濟爆發 又有知名國際大廠進駐亞洲新灣區 高雄市長滿意度也創下六年來新高 而下午諮詢時間 不少議員諮詢主題 也都圍繞風災相關議題打轉 很多樹木幾十年真的種得很辛苦 高雄市在這次風災中 有超過兩千五百棵樹傾倒 造成人員受傷也阻礙交通 珍貴的樹木折損更令人惋惜 如何能在景觀跟護樹間取得平衡 減少樹木在風災中釀成災情 也是未來市府要思考的問題 民視新聞 林樹銘 高雄市報導 更多精采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 我們招致 我們來購入 開設 電視新聞